真是威胁我 殷射先生承心想请你再会 你把国家给卖 你就低个头扶个软嘛 我留给你们最大的财富 就是这座宅子 给我好好守住 医疗吧 请坐 传家是有情懒 无情言等主演的情感剧 该剧讲述了在东当年代中 面对家族变故与山河破裂 一家三前辈历经成长欲抉择 起心协力守家传家 并诠释出小家大爱的故事 在剧新剧情中 日本人入侵中国 不少爱国人士都在大街上游说 打倒日本主义 其实这一切都是审兵做的 审兵为招揽生意 还故意当着很多人的面 将日本的货物全部烧毁 义忠林看着这一切 没想到审兵竟然做到这地步 面对日本人的入侵 身为军人的习维安也即将三战场 义忠林很担心习维安 在习维安领走前 义忠林主动吻上习维安 习维安眼里充满不赦 但为了保家卫国 习维安还是走了 另一边 义忠华在四处守起善惯 以及义良物资 想尽自己力量保家卫国 和义忠华的举动 很快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日本人刚开始想拉拢义忠华 可看见义忠华坚定的态度 就布置了鸿门叶 然后一枪毙了习忠华 习忠华去世后 义家陷入了混乱 义忠祐在翻看附近隐物时 发现一本笔记本 里面记载着一忠灵不遇的秘密 你终于瞬间傻眼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